登入地球 快拿起手機下載全新飛碟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飛碟碗餐 我是 陳萊文中大民國110年 10月8號 今天是150 這個 剛剛在TBBS跟前子 韋翰在談 韋翰很可愛 因為他是台中人 那台中啊 这个 当然罢免3Q那是台中第二选区 他相对算是这个 嗨爽 那黄伟翰说 台中有什么娱乐城啊 什么视听理容的 他都不敢走进去 我就插嘴跟伟翰讲说 那你错过了很多东西 那当然台中他一个 就是 这个纵贯线啊 海线啊 他的地理位置 这个台中 南八二楼啊 这个交叉点 所以台中的治安 一直很不好 你要选最复杂的地方 我不会选台北 我会不会选高雄 我会选台中 我会认为台中是 这个 最复杂的 你看之前的几个 这个重大的 这个枪击案 都在台中 这个实在是 很乱 台中的警察 跟台中的记者 那就更不用谈了 好 那当然也是跟伟翰开玩笑的 因为他们跑政治的不会去 不会去这种地方采访 什么娱乐城啊 什么视听理容 那个伟翰当中不会去 那跟钱子在聊呢 在聊到这个 拜席会 就是拜登跟习近平 可能会有一个线上的峰会 那钱子因为他比较 他比较高益 他是高益人 他说 这个 很多观众都说 我们要多谈国际新闻 谈了你又不看 谈了这个 他讲反馈 回馈 就是我们 传播理论讲的feedback 那feedback 他以目前下来 他就 在两个数字上面呈现 第一个就是你的这个 cable 有线电视的收视率 那第二个呢 就是你在YT直播的时候 你的这个 这个按赞 还有观看书 这两个 KPI是看这个 那因为 扛收视压力的人是钱子 我跟伟翰是来宾 所以钱子的压力 一定比我们大 那他讲的很保守 我就害他 我说 你要骂观众就骂观众 你是怕什么 本来就是这样子 你知道我们之前call in 还有 当然因为 就是 我 那是他的主场 我不好意思 擦 你看我们节目 之前有听众朋友 打电话进来call in 讲说 婚兄 我给你建议 这个你要多谈财经新闻 你叫我多谈财经新闻 你不如叫黄伟翰多谈社会新闻 你叫我谈财经新闻 那你为什么不去听陈凤馨的节目呢 你为什么不去听阮木华的节目呢 他们财经都比我强啊 你叫我去谈财经 你不如叫黄伟翰去谈社会 你懂吗 伟翰连那个门都走不进去 这很奇怪 我都不懂 听众观众在想什么 叫我讲财经 不是问道鱼芒吗 你看我这样子像会理财吗 你叫我讲财经 我也讲得出来 那你为什么不去听财经的节目呢 我们台湾有缺财经的名嘴吗 我们没有那种 那个cable 不是有那个什么 什么股市老师啊 什么股市解盘的 还有那个财经台 什么都不是一堆节目的 你叫我多谈财经 是什么 你是想什么 我都不懂啊 叫我们多谈国际新闻 我谈共鸡老台 我去那种澡台 我都没有 所以 我要隔空跟我的朋友 前子讲 不要怕 有的时候该骂就是要骂 但我们不是骂所有的人啊 对不对 我们不能一杆子打翻译穿人 但是有些观众有心听通 他就是这样子啊 他叫你谈国际新闻 然后你谈的时候他又不看 你是怎么 你不是莫名其妙吗 叫我谈我谈了你又不看 没关系 好 这个 别人不谈 我们自己谈 来来来 我们看这个 大陆跟美国的官员啊 在瑞士的会面啊 已经结束了 那两边啊 各有相关的这个说明 那这一次杨洁篪跟苏立伦的这个见面呢 他们敲定啊 可能在年底之前啊 这个美国总统拜登跟这个 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啊 这到底应该称他为习主席还是总书记 应该总书记比较大 他们以当领政嘛 好 也就是美中两强的最高领导人呢 他们可能会举行一个线上啊 这个视讯的高峰会 那是代表美中的关系破冰呢 好 这听见没有 我们要先厘清一个问题 说谁 谁要打电话给谁 9月9号的那通电话是 拜登要找习近平啊 好 之前2月在 这个大年除夕的那个电话是 这个礼貌性的问候 好 因为那时候拜登刚就任嘛 第一通跟习近平的通话是 在大年除夕 那9月9号的这第二通电话呢 是拜登要跟习近平通话 好 那这一次这个线上的峰会呢 也是美方主动的这个要求 好 所以谁主动谁被动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拜登啊 他显然是会 有相当的调整 至少不会像川普 这个去年啊 这种抗中啊 仇中这样子啊 显然拜登啊 在他的这个国内跟国际的压力之下 他必须去面对美国啊 对中国大陆的这个关系啊 他一定得做处理啊 那美国为了他在国家利益去处理的时候 那我们怎么办呢 好 因为他是美国跟中国这两个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第一名跟第二名的这个最大的经济体 那他们的竞争跟合作 我们的角色是什么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表达我们严正的立场 那很可惜在这个朝野两党 特别是蓝绿这两党 还有一些学者教授什么的 我觉得很遗憾啊 就说 看他们这些所谓的专家也讲不出个所以然 这个很遗憾 就是我们对大陆的工作 对大陆的研究跟关注是不够的 现在国内几乎是完全的棄手 这个跟当年真的是差太多了 那我们对美的工作呢 就是流于这个拍马屁啊 抱大腿啊 买军火 就是很成绩很低的这样 不然就找一些美国智库的学者 讲一些我们想听的话 这个我一直在跟大家讲说 这个拜登啊 他当选美国总统之后 你知道他这个当选当然 对美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 就是川普没有连任成功嘛 那拜登呢 把他的第一个专访啊 给这个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 叫Thomas Freeman 那他为什么给Thomas Freeman 就表示他在这个 美国的这个媒体是 非常的举足轻重 所以拜登把他第一个专访给他 那我之前也跟大家引述过 Thomas Freeman 他在讲我们台湾的问题啊 是我们这边台湾的媒体 去采访他嘛 他说不要相信华盛顿 华府的那些人啊 不要相信华府的那些人 你付钱呢 他就会讲你想要听的话 那我们干的就是这种事情 我们付钱给这些 美国的华府的那些智库 然后他们办研讨会讲一些 我们想听的话 美国一定会挺台湾 美国不会抛弃台湾 美国人的民调好支持我们 他讲一些你想听的话 所以我们现在对美工作 跟对大陆的工作是失败 所以我们根本搞不清楚 人家在谈什么 那我们到底怎么办 这个所谓的台湾 agreement 这我们只能 agreed嘛 我们只能同意嘛 这个对我们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 那你既然这个协议 因为当然习近平跟拜登 他们在谈不是只谈台湾啊 好就是美中两强 他很多题目要谈啊 但是台湾这个部分呢 是习近平他一定会拿出来讲的 好他一定要强调这部分就是这个 好这是我们的内政 然后呢你one china policy 或是one china principle 好你不能干预我的内政 我请大家想想香港 香港 香港在当时这个美国的总统川普 美国的国务卿庞贝欧啊 放了多少的狠话 包括日本啊 日本实在是个叉叉的国家 舔香港 声援香港 我们怎么样啊 这个美国啊 日本啊 英国讲一大堆 那你做了什么 你做了什么 不要出一张嘴啊 美国日本英国 你们那些声援香港的 包括蔡总统 你们做了什么 至少台湾激进党那个 那个人会拿 霍元哥 我们准备了很多安全帽 人家至少准备安全帽 那你准备了什么 尤其像陈其迈这种叉叉 我可不可以点菜给高雄市议员 你们不会咨询我教你好吗 你把陈其迈坐在车上 装模作样的那张KH停HK的报纸 拿着这张报纸 咨询陈其迈 你当了一年的高雄市长 你撑了香港什么 讲啊 中央不是民进党在执政吗 高雄不是 你当了一年的高雄市长 你撑了香港什么 讲到你们这国民党的民意代表 好那这个蔡总统今天在玉山论坛 讲了一大堆 不知道他讲什么 讲的什么邻居邻国周边国家 那到底大陆是什么 大陆是邻居吗 如果大陆是邻居 那我们跟日本南韩 越南菲律宾也是邻居的 大陆是邻居吗 大陆是邻国吗 还是大陆是周边国家 他到底是什么 所以你看我们之前call in 问大家的第一题就是 两岸关系的本质是什么 那就是单刀直入嘛 两岸关系的本质是什么 邻居邻国周边国家 柯文哲说两岸是夫妻 赖清德说两岸是朋友 蔡总统说两岸是邻居 那到底是什么 我只问过韩国瑜一个问题 在王又正的新闻深厚动 我只问了他一个问题 我也只有一个问题的机会能问他 我就问他这个 两岸关系的本质是什么 这个陆委会主委邱太三今天立法院讲 其实他讲跟民进党的这个都差不多了 就他认为九二公司是 不要再谈了 谈九二公司就是矮话我们 你只会反九二公司 那你如何去定义两岸 这个问题对蔡总统太难了 他答不出来 费力晚餐 我是陈辉文 现在把这个我们一个小时节目 两趴的台呼啊 交给阿智去安排 那下礼拜我们来听听看 阿智换了什么 这个新的台呼 好 那个他换的我都没听过 这个没关系 我们让听听这个其他的那个 来我们来看这个陈伯伟 这个实在是紧理破 那前天是讲他的肇事逃逸 昨天是他的这个赌博电丸 那今天他在立法院有回应 那前天讲到那个肇事逃逸的部分 他有回应 那当然也有人去质疑他的财产申报 然后他讲了一些他的这个事情 这我怎么看我都觉得 一一握跑社会新闻的经验看 我认为他是赌博 我认为他是赌博 那 这提到设为法 我刚刚在前节节目讲 那看看国民党的那些明代 尤其是高雄那些你们能做什么 因为你设为法他会有一个处分书 依照设为法 84条吧 你赌博是罚9千块以下的罚还 法院判决要罚金 那如果行政法那个叫罚还 就行政法跟那个刑罚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罚金 罚还9千元以下 那他一定会裁一个金额 可能三千啊 或是五千啊等等 然后就罚了 那这种 社会法他有的要送法院 你都不用 像这种就是警方直接裁掉 所以他会有个处分书 我认为在这一个 皇冠皇宫娱乐城的这个 赌博电话案子里面 我的经验研判 陈伯伟是被高雄市警察局 认定为 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的 赌客 国民党的高雄市议员 能够把那一张处分书调出来 陈伯伟就完蛋了 赌客 赌客是用色違法 因为你一个赌博电话 他会一个老板 挂名的老板 陈伯伟在友台的专访讲说 他爸爸就是人头 我如果是陈伯伟的爸爸 我会很难过 孔子 老爸就是失财不得 你去做这个你再带出来说 实在三百个五寸 一定是国民党才会去做人头 我们在很多万华一些行政区 有些游民跟街友 其实他们有些就是 赌场的负责人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甚至有的是酒店的负责人 挂名的 出事就抓你就对了 就算你的 你就帮老板去坐牢 帮老板去跑法院 那我认为这个是赌博 但是这重点在于 国民党的高雄市员 能不能把十年前的处分数调出来 那个是一定有资料 他是被裁罚 因为你赌场的 这个挂名的负责人 是要用赌博罪 赌场的开分小姐跟 那些会计 少爷 那个一并是要移送的 所以我不太懂说 他真的是赌客吗 我有点怀疑他是不是员工 但我觉得这个案子办得很差 因为我对高雄的 司法检调评价不高 我自己看这新闻 看了这些年 对高雄嘉义 桃园 风气都不是很好 但是没办法 这藏起来 那我们先看陈伯伟今天的这个 辩解 他说汤姆熊 也可能有人赌博 没事就把汤姆熊给扯下水 我们都知道汤姆熊是一个 非常一般的这种 亲子游艺场 他不会有赌博机台 但我觉得陈伯伟把汤姆熊扯进来 非常的糟糕 那汤姆熊也觉得很无奈 你没来没去砍头要冲 那陈伯伟说我也可以换电锅 换电磁卤 那这个就是 我认为这个就是瞎掰的 什么换电锅换电磁卤 换一些小玩偶什么 那个是一般的 真正的电子游艺场 他们会换一些奖品 那是像陈伯伟你玩的那个冰果那种 是没有人在换奖品的 那都现金在书上的 那你开分你洗分 你换的代币或是什么 彩券什么 那个到最后都是换现金的 不然你自己搬电磁卤 你不要搭他派去 陈伯伟你讲的是瞎掰 你讲的是鬼扯 现在重点在于那一张处分书能不能调出来 他至少至少是 这一个赌博电磁案里面的赌客 然后他应该有被设为法裁罚 看罚多少 那就警方认定的赌客 你就不要再掰什么电子禁忌 什么跳舞机 什么快打旋风 你就不要再瞎掰了 好 陈伯伟今天打出悲情牌 他说这个不要否定我的人生 没有人能否定你这个其实是蛮励志的故事 像你这种的都能够选上立委 我相信很多年轻的朋友一定有所启发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的商业台独 选举台独 募款台独 台独是一门好生意 不管你会看为什么这么多人钱不合 他真的是为台独吗 真的叫你挣你也不敢挣 他们是靠以此盈利谋生 那这个什么否定他人生 因为当然陈伯伟他可能从小 他爸爸什么家境什么的 他觉得说你们这样讲 其实这跟你肇事逃逸跟赌博 电玩没什么关系 是你自己没有珍惜你的 现在这个立委的职务 从你当选以来 你这样的这个 这么嚣张 这么高调 你还记得他呛什么吗 他一个要打35个 国民党的立委有男有女 那你不是摆明的 你要打女生吗 打女生固然不对 但是可以打男生吗 就我一个要打35个 结果那天在立法院 他是怎么被国民党修理的 他被国民党修理的时候 真的是修理的 那个比较暴力的情节 我们在广播就不叙述了 你自己去看 陈伯伟被修理的时候 民进党立委在旁边看 没有人救他 你自己嘴笑嘛 你一个要打35个 你把国民党当塑胶 你一个要打35个 你们好了 你叶问 叶问也才一个打10个 你一个要打35个 你什么东西 怎么会 没有人能够否定你的人生 你的人生是你自己走出来的 这陈伯伟的错误示范在说 这种咖都能当立委的话 其实基本上 立法院是没什么救了 这样子也能当立委 选票选出来 就是这种水平的立委 那他说 不要否定 没有人否定你的人生 你讲太多了 想太多 基本上是这样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赌客 因为像我们的社维法 这种就是 其实还是以前的维警法法 维警法法 然后后来才改叫 社会秩序 维护法 那社会秩序 维护法 可以说是包山包海 什么都有 什么 什么防害安宁 什么公共危险 什么性交易 什么罚仓罚嫖 或者都类似这种 赌博这种 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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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六百多瓶然後兩層樓的這麼大的賭博電玩 那我很不甘願的是昨天 來來來我來傳給阿智好 我實在是 我個人我是很不甘願啦 但是我沒有辦法 因為我沒有 我沒有team 我是這個 這個高行獨棋 所以其實我拿到資料 我LINE有人傳給我的時候 我已經這個跑到我們電台來了 這個就是 冥冥之中 這個最好的安排 這個 阿智你收一下LINE 然後給我全螢幕謝謝 這個高雄這麼囂張的賭博電玩店 他開在鳳山 那我想很多朋友是在高雄 像這個多利文 雄鋼蛋 高雄的朋友 謝謝 那個富隆 昨天生日的富隆 鳳山的 鳳山老宋 你就在鳳山 乖乖 高雄最熱鬧的是鳳山嗎 顯然不是 鳳山是以前高雄館 高雄館怎麼比高雄館老的 對吧 這是你看到這張就是 許智傑 鳳山的立委 早上在立法院啊 去 聲援陳柏惟 蝸 蝸蝸 太陷 那我想請問許智傑 為什麼全高雄規模最大的賭博電玩開在你的選區 你做過 鳳山的市長 你做過鳳山的區長 你現在是鳳山的立委 為專有專高雄最大間 最小拍 電動間開在你鳳山開這間的 開六百倍 開兩夜你怎麼怕死啊 木武王法啊 陳菊 那個時候高雄市長是陳菊啊 高雄縣長是 楊秋心啊 10年前啊 10年前合併了嗎 2011年嗎 2011年 欸很像合併了欸 高雄縣市像合併了 人家開幾圈啊 唉 我實在 阿公 所以我 我很懷疑到底 陳柏惟到底是 是賭客還是員工啊 我很懷疑啊 因為判決書自己寫 這家你看六百坪的店 五百六十六個 六個賭博機台 好 聽到沒有你自己去想像 如果你是賭場的老闆 你的店面積六百坪 然後有五百六十六台機台 你要請多少工作人員 判決書寫五六十人啊 五六十人啊 五六十人 那因為我跟各位解釋 那種賭博電玩是沒有 朝九晚五 賭博電玩都是24小時營業的 好 因為我跟你講 你不去過 你不知道 你進去你就出不來 你知道嗎 走進去出不來 好 不是你業障重 是你捨不得出來 你不敢玩啊 別人都開吧 我都不開 你也好了 所以那都是24小時在run 這個判決 你看喔 抓了一百人 一百零一人 抓了一百人 然後這麼大的賭博電玩店 五六十個員工 結果只有十個被告 其中一個被判一年 另外九個都一顆罰金 你就知道高雄地方法院 跟高雄地檢署 還有高雄市警察局 有多差啊 這個就是差評啊 烈烈烈 表示你這案子半假的 只有一個人被判一年 另外九個都是一顆罰金 那員工呢 你不是跟我講五六十個員工嗎 抓起來啊 賭客呢 賭客你要才設違法啊 陳柏惟他就是要裁設違法 你就去查嘛 他都承認他一千塊開三千分的 你還沒頒 我都很懷疑難道鳳山分局 難道高雄市警察局 你沒有裁他設違法嗎 我不太相信啊 你現場人家帶回來 你說你沒有裁他設違法 我是不太相信啊 我不相信高雄市警察局會爛到這個地步啊 但是高雄市的警察的風紀是很有問題的 我講兩個例子 第一個 陳菊啊 他快卸任之前 我講陳菊要特別小心啊 陳菊很愛告人啊 你去問那個謝寒冰啊 張有華啊 大家都辛苦坐過 陳菊也告過我 但是我贏了 好那就不談了 陳菊要卸任之前啊 高雄市啊 高雄市的警察局長是很大的啊 三線三的啊 然後呢 這高雄市的警察局長呢 他提早退休 他說我不幹了 他才去一年 他就不幹了 為什麼 為什麼啊 前一任的高雄市警察局長 就是現在的警政署長 你接他的位置 你不一定能當警政署長啊 不一定啊 因為後拍李文嘛 啊 可是高雄市警察局長 這個是對我們警戒來講 警政署長 台北市的警察局長 接下來就是高雄啊 新北台中都沒有高雄這麼重要 坦白講啊 你你你你站的這麼重要的位置 你現在你當了一年就不幹了 為什麼 好不好 好那個 退休的高雄市警察局長叫和民洲 和民洲在警戒的評價 大家可以去打聽一下 好不好 第二個例子 高雄市的賭博電玩啊 集中在舊的高雄縣 那很奇怪啊 高雄縣是比較偏偏 高雄市 應該是 企中心嘛 結果高雄的檢調去辦賭博電玩呢 他去辦高雄縣的啊 這很奇怪 所以當年在辦這個周仁生電玩弊案 還有乳計勒署案 這兩個案子都鎖定台北市 我是跑台北市的 因為台北市的警察是很不滿 為什麼 你說台北市有賭博電玩 那台北縣沒有嗎 台北縣賭博電玩可多了 哈哈哈哈 你不要開玩笑好不好 那台北市的警察乳計勒署 那台北縣的警察幹嘛 你覺得台北縣警察的水準有比較好嗎 我跟你講一定沒有 我跟你講 你走過就知道 看就知道 什麼都還要去那個叫 但是他案件辦都是這樣啊 所以沒有什麼沒起訴不起訴 我覺得賭客至少是設違法 所以這個要特別跟大家講 那陳柏惟這個造勢逃逸啊 加上賭博 特別是說謊 這個要看對1023啊 這個3Q的這個罷免啊 會不會成功啊 有人說 後面還有勁爆的這個 這個什麼毀滅性的什麼 爆料什麼的 我不是那麼樂觀 因為這兩天一些小道消息 講來講去 我忽然不是那麼樂觀 我真的不曉得 那我們看看下禮拜 陳柏惟會被爆什麼料 編劉晚餐 我是陳輝文 那個罷免投票是10月23 然後在這個10月13左右 會有最後一次的民調的公佈 那到時會公佈幾份民調 我也不曉得 但是我的了解是 有好幾份民調正在做 而且會做會持續做 不是做到10月13 10月13說你不能再公佈 但是你還是可以做 你可以做到罷免的前一天都可以 那這個當然要看 台中第二選區的朋友 如何決定 那我覺得趙氏陶毅跟賭博 加上陳柏惟的這個說謊 硬拗下掰 我是很難接受 我個人我是很難接受說 所謂的民主制度選出這樣的總統 這樣的 這個立法院這樣的立委 這個就是選舉 選舉選出來就是這樣 那行政院長蘇貞昌今天公開的背書 說陳柏惟有為有守 像蘇貞昌這種政客 也難怪他當初被向庭給 直接撂倒 輸得非常慘 我也不會去同情蘇貞昌 但是你說行政院長講一個 國會議員有為有守 他到底做的什麼 做的什麼 肇事逃逸也是有為有守 賭博電丸也是有為有守 說謊瞎掰 這算嗎 其實叫行政院長去談 國會議員是很不恰當的 因為他是負責監督你的 你怎麼去講他有為有守 那陳柏惟敢去質詢什麼嗎 其實沒有 他跟林昌佐是一樣的狀況 好的 因為你下不了手 今天陳柏惟的選區如果民進黨提名一個 他就完蛋了 就兩個一起落選了 那一區是民進黨沒有人敢選 李仗出來就跟林昌佐 林昌佐那萬華又不太一樣 萬華是很多人想選 可是蔡總統立排綜藝把那些要選的通通摸摸頭 通通擺平 萬華是扭給林昌佐算 這個 台中第二選區是沒有人敢跟嚴寬橫選 陳柏惟是去空降 所以你說他電風他有經營 對電風有感情 那都是騙你的 都是騙你的 因為他根本不是那裡的人 他就是空降的 然後就給他選上的 這個故事就是這樣子 那陳柏惟這個肇事逃逸的綠尾跟綠媒 怎麼樣是毛起來聲援 這個是台灣政治文化最令人遺憾的地方 就是沒有是非黑白 是看顏色的 好所以你看像丁允宮的那個 那個酒駕的那個不起訴 那你要我講什麼 我不曉得他講什麼 這個在我們社會記者看起來 又不是低賤 你要我講什麼 因為他是丁允宮所以我們把他罵一頓 這我做不到 這我做不到 你要罵你要別人去罵 我不曉得要罵什麼 又不是只有他這樣 可是民進黨的部分 陳柏惟肇事逃逸 幫他加油 加油什麼下次繼續肇事逃逸 我不曉得你們在加油什麼 聲援他表示是一個投名狀 因為他是台派 你說陳柏惟是台派 我看很多台派走去撞拼 台灣派的少年輩 紀念是這種追蹤 其實我的觀察台灣激進黨的整整體的水平不高 台灣激進黨跟之前的這個台聯比起來 我覺得差了一大截 我的評價 因為 接觸看他們講話 做事情來講 台聯那時候有李登輝有黃昆輝 你看 當然我個人的意識形態跟很多的這個看法跟台聯是相左 但是我覺得台聯 像那時候 高中心 他哪一個 我覺得還可以 我覺得那個是水平 你說現在台灣激進黨這樣 比較年輕 比較臭皮 那幾個 我都覺得不怎麼樣 但是 人家有票 他部分區也拿了3%多的票 所以他有政黨補助款 他們把全部的資源都壓在陳柏惟這一席 那當然明年底的這個 九合一選舉呢 這個激進黨也會想辦法這個遍地開花 當然這個小黨當然是一定要 趁這個機會像柯P啊 他們就是要趁機 把他這個餅給做大 柯文哲之前說 陳柏惟是個有理想的人 有什麼理想 我是不曉得 但是我們都是這兩天才知道 這兩天才知道陳柏惟曾經肇事討議 這兩天才知道陳柏惟進前去拔台 哪有什麼說什麼賭博電源 你說賭博電源就是外行人在想 電動間 哪有人說我去拔鞋你也好了 對不對 就像千六合彩 那有人說我去千六合彩 你說你千六合彩 那邊拔鞋 結果我想這就是 這個整體的問題啊 那你現在知道的陳柏惟的過去 那個就是你之前 選立委的時候沒有檢驗他 沒有人知道他會贏啊 這民進黨 找不出人去選的選區 結果給他蒙上了 故事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要看那時候的這個 所謂的抗中保台 那個年輕人 反鄉投票那個 那個氛圍 那個社會力 有多可怕 那就是芒果乾的效應嘛 好所以國民黨 終究是要去面對這個芒果乾 還有抗中保台的問題啊 你不能再讓民進黨的芒果乾賣出去 你再讓他賣出去 你永遠選不贏啊 好所以第一個你2024如果能夠重新值的話 你一定得改克剛 你非改不可 你不改你就不要選了 你後面就不用選了 好 那你在選前你2024要贏 你一定要把這個兩岸的部分 特別跟大陸的這些 你一定要把他講清楚 你不讓民進黨的芒果乾下架 國民黨是選不贏的 他就靠這樣 蔡總統的連任 他不是靠政績的啊 他不是靠勤政愛民啊 我們講這個主記長 主記長說 記者問他說 人家批評你不食人間煙火 主記長回答是我不抽煙啊 這個就是傲慢 不食人間煙火跟抽煙有什麼關係 這個主記長批評啊 好 你看之前問他滷肉飯 問他水餃 昨天問他蚵仔麵刷 他都是這樣批評的啊 還同一個立委問的 同一個國民黨立委 他每年都問這種問題啊 然後主記長就一例回答一些 我甚至我都懷疑他有點故意的 我懷疑他回答20塊是故意的 那我就對你很不爽啊 你是問什麼我 你問我這個我就故意回答你20塊 我合理的懷疑這個主記長 他是故意回答 那大家就立刻就 就崩潰了 你看蔡總統 蔡總統也是在家看奧運最安全啊 三級警戒很多人沒收入 蔡總統叫你在家看奧運啊 蔡總統我沒有錢 沒有錢是你的事情啊 幹我什麼事啊 你沒有錢啊 可是我叫你在家看奧運啊 阿智算好了沒 我再等阿智一下 所以你看現在就說 像主記長的門檻 蔡英文的門檻 不都是一樣嗎 我比較擔心是年輕人看陳柏惟的崛起 抗中寶台是護身符啊 變成抗中寶台是一門生意啊 對一些小綠來講 這是一門好生意啊 我驅驅說我抗中寶台 救人會堂內啊 民進黨也不敢碰我啊 有綠媒會挺我啊 我去慈乎潑漆 我去對蔣公的銅像怎樣 有綠媒的政論節目主持人會稱讚我 學弟我以你為榮 這句話 陳鳳欣從來沒對我講過 王鴻薇也沒對我講過 學弟我以你為榮 但是人家廖小君講得出來啊 來我們來看這個 我們今天網路投票 陳柏惟否認賭博 還說可以換電鍋換電磁爐 請問你認為陳柏惟有沒有賭博 有1961個朋友投票呢 認為陳柏惟沒有賭博有4% 認為陳柏惟有賭博的是95% 謝謝大家參加我們這個投票 沒有獎品啊 就單純問大家的意見 讓大家多增加跟我們節目的互動 95%的朋友認定這個就是賭博 啊我們有在這個社會糟條的 看這個哪有人在換電鍋 電鍋跟電磁爐 就如同我剛剛跟鉛子解釋的 那是個障眼法 沒有人真的去換電鍋啦 你也好了 現金你算贏 我拿現金給你開分 我給你換電磁爐 我打他 對不對啊但是這個 我不是很理解說 一個兼兩份工作的年輕人 他會去打賭博電玩 大家了解我意思嗎 那什麼什麼下班休閒那都騙人了 你下班休閒有很多怎麼可能去打賭博電玩 那是賭博的 那要贏很困難 所以大家 沒事不要去賭博電玩 陳柏惟已經講說全國有幾萬幾千天賭博電玩難道要抓起來嗎 陳柏惟講這是外行話 我跟各位講 其實我的理解像這種電動機裡面都在賭博啦 就跟黃偉翰講的嘛 你說掛視聽理容的裡面沒有S嗎 裡面沒有特殊的交易什麼連結的嗎 沒有他店為什麼看起來這麼的猥瑣呢 為什麼那招牌看起來很難留耶 為什麼他的窗簾都是關起來的 你從外面都看不到裡面是什麼 為什麼外面都一個男的在那邊 那種外面都有人在那邊 那種外面都有人在那邊 或者剛好一個檳榔攤在那裡賭博電 我覺得陳柏惟講的是 脫離我們現實的這個 但瞎掰什麼沒關係 我還是期待國民黨的民旦能夠把處分書調出來 由高雄市政府 裁罰的社會秩序維護法 9000塊以下罰緩的處分書 可以立刻打臉陳柏惟 但是沒有戰鬥欄啊 戰鬥欄回去捆啊 那你看今天的立法院 這個啊這我們標題不要換啦 我就停在這邊就好 我們今天立法院就是這樣子 就是 總質詢啊 這個是我在兩個禮拜以前跟大家講的一樣 我剛剛跟錢職要這個功勞 好像是開玩笑 我說就跟我兩個禮拜前 就三個專案報告跟你換總質詢啊 他這個交易啊 民進黨不會這麼好心給你三個專案報告 讓蘇貞昌陳時中被罵 他不會這麼好心的 你去跟魔鬼交易了 那你換到了什麼 你什麼都沒換到 國民黨的戰鬥嗎 戰鬥什麼呢 我不是說 我知道社違法這個處分書有有有多厲害 你跑社會的都知道啊 那你國民黨要去做啊 那你國民黨要去做啊 那你不去做啊 那你不去做啊 你是什麼知道啊 那你不是在立法院 你不是說羞辱國會嗎 陳玉珍一個禮拜前在立法院議場外面講的啊 說說蘇貞昌 蔡總統你們羞辱國會 是你們國會自己要被羞辱的啊 我沒有叫你一定要跟民進黨大打出手 打到頭破血的 那你有抗爭嗎 你有訴求嗎 你買了一堆花放在放在議場 那什麼意思呢 800多個人打疫苗 不良反應死亡 已經比本土確診死亡的還多了 兩個數字都是800多 這樣大家了解我意思嗎 打疫苗出現不良反應死亡的 跟本土確診死亡的 兩個都是800多 這數字已經超過了 打疫苗之後出現不良反應死亡的 已經比確診死亡的還多了 兩個數字都是800多 那加起來是1000多人啊 那我不曉得 因為這個會期的中間就是發生了這個疫情 我這樣講很殘酷 但是就政治攻防而言 那個是對在野黨 特別是對最大在野黨而言 你有太多的東西可以發揮了 我現在就是跟你講政治攻防 我不是在跟你談疫情了 對所有罹難確診死亡的 我跟你講過 我這樣講我都跟你講白話 你搭泰土格號罹難3000萬 你本土確診死亡10萬 你打疫苗不良反應死亡 一塊錢都沒有啊 他連本土確診都不是 他一塊錢都沒有 連10萬元的未聞金都拿不到 這是什麼世界 我們下禮拜聊 拜拜